凌溫下的清晨蒸笼一开 飘散出浓浓美味香气 热乎乎的鸡汤 配上肉质滑嫩的鸡腿 光是用看的 就令人垂涎欲滴 还不到凌晨四点 店门口早已排了满满的人潮 咬上一层油亮的卤肉 淋在热腾腾的白饭上 再加上一颗卤蛋 但这还不够 一定要配上一碗热腾腾的鸡汤 民众一口接一口的喝着 嘴巴完全停不下来 我们为了吃这一餐来熬夜 有 你十二点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想那个画面 睡不着然后干脆熬夜 因为你要提早来 因为我一次三点来 然后就五点才知道 店里的座位早已高棚满座 这家位在新竹城隍庙前的早餐店 在网路上被推爆 每天从清晨四点开始营业 主要卖各式鸡汤和卤肉饭 鸡汤好喝到有神之鸡汤的美名 深受当地学生的喜爱 常常不到八点就已经销售一空 都是一定用鸡腿啊 对对对 我现在很多学生都要熬夜来捧你们的肠 对啊 谢谢啊 秋冬进步来一碗热乎乎的鸡汤最好 民众暗夜排队 只为了这一碗神之鸡汤 新竹在地隐藏饭美食 晚来可能就吃不到了 记者和孟茜送乔姨 新竹报导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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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